小童玩具 哈喽小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童玩具 今天我们一起进入 主物大战僵尸的玩具中吧 我们一共有三盒玩具 第一盒 僵尸还有蛇花 第二盒 僵尸为爱死我们的 魁旋标射手 第三个 小魁PK我们的 法老僵尸 一起拆开 这三套玩具 一起来玩吧 我们快看 第一波迎来的是我们想直卧的阵云 一起来介绍一下吧 首先我们要看到的 就是我们的小魁了 小魁戴着一个红色的眼镜 照得非常温柔 他是大家的军师 他会召唤大家 然后打败僵尸 中间的这位 非常凶的 是我们的大嘴巴 十人花 快看 他的嘴巴很大 有很多的牙齿 不过他今天很奇怪 带着一个大大的 独角兽兽的头是 显得很可爱的样子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厉害的 回旋标了 头上有一个大大的 回旋标 看 他的秘密在这里 我们拉动他 他就会一直地转呢 不知道转坏了 会不会起飞呢 是不是超可爱的样子 阿兔 阿兔 想想 这就是我们的 僵尸阵营了 首先这个呢 是我们的木乃伊僵尸 身上绑满了绷带 还带着一个小小的领带呢 这边 这是艾吉法老僵尸 头上带着一个大胆的猫头鹰 也身上绑满了绷带 牙齿直了了无几 非常的可爱 中间的这位好像是一个小姑娘一样的小僵尸 不过我们瀑布的 一大一小的眼睛呢 不过我看这个眼睛好像是一个炮弹的样子 今天呢我们进行植物大战僵尸 不过不是群战 是一对一呢 僵尸向前进攻 想要吃掉我们的回旋标 但是回旋标可不是吃素的 看我的 哇 我们的回旋标 用它小小的飞标 把我们的僵尸给打倒了 我们的小魁是第二轮对战 跟他对战的是我们的太阳神僵尸 不过小魁可没有武力 这下怎么办 小魁散发光芒 虽然小魁没有武力 但他能召唤厉害的同伴 现在又看我 回旋标的 哇 我们的回旋标射手 又帮助了小魁 达到了一个小僵尸 最后一轮要对战的是我们的大僵尸 那和他 细行对战的是我们的大嘴巴食人花 虽然僵尸大 但是食人花也不甘身弱 炮弹准备 投放炮弹 发射 哇 我们的大嘴巴食人花 用它的炮弹 打倒了巨型僵尸呢 好啦小朋友们 这一轮的植物对战僵尸大作战 还是我们的小植物完完全全的可胜了 喜欢我们的植物大僵尸 记得点击订阅哦 拜拜